人数直逼百万人 不过最近彰化线有一家公司 抓到员工在上班的时间上网种菜 结果就立刻开除他们 先前有公司 其他的公司特地贴出了公告 限制员工在上班时间上网办农夫 而到底上班时间可不可以玩这些游戏呢 人力银行业者给了一个良心的建议 他们说如果是跟工作内容无关的 员工最好还是自律吧 看到结实累累的苹果 按下滑鼠偷一下 而偷完苹果再到朋友的农场 把西瓜也一起带走 这就是目前Facebook上最夯的网络游戏 开新农场 大概就中午的时候吧 然后去看一下朋友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 然后去农场浇浇水 然后去看一下有什么小游戏 新的小游戏可以玩的 虽说是虚拟农场 但得定时浇水施肥 养家禽家畜 还得固定给饲料 才能长大卖掉赚钱 此外还要担心自己的成果被朋友偷走 结果就是不少上班族一有空就到农场巡视 也因为如此 部分企业主干脆发出内部公文 不准员工在上班时间上网当农夫 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吧 对啊 因为工资限制就是主要是怕玩的过火 现在Facebook有人偷菜偷的就太夸张了 担心这类游戏让员工无法专心工作 整理银行建议上班时最好是有业户需求再使用社交网路 否则违反劳动契约中的工作规范 最重要是员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自主空间的时候 你应该要能够自主跟自立 也是你确定使用这些各式各样的这些所谓的工具的时候 是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的 那才去使用 也有学者说资方如果要避免争议 应该要把禁令明定于员工工作守则或劳动契约中 而当然最好还是员工自律才能皆大欢喜 记者赖水明沈志明台北报道 好再来关心行政院会已经通过国土计划法草案 一旦立法通过被列为环境敏感地带的庐山温泉 可能会被限制开发强制千里 不过当地的业者说他们已经砸下了毕生的心血 能搬到哪去呢 刘先生带着一家大小来庐山泡温泉 距离上一次来已经是四年前的事 如果庐山温泉搬家了他不会再光顾 这个说不出感觉这个地方就是以前那一种 有比较传统比较有文化的那一种温泉 所以他搬走了其实就不会 如果搬走到一个新地方的话 没什么特色大概就不会来了 行政院通过国土计划法草案 庐山温泉在两次台风后 历经饭店倒塌北侧山坡地滑等事件 被视为是环境烈化的敏感地带 未来一旦立法通过 恐怕面临禁止开发限制使用 甚至是强制迁离 对业者来说就算迁到下游的春阳部落 也不见得比较安全 从二十几岁到现在五十几岁 最少投资都算上亿的 春阳那个地方不见得就比庐山温泉好 大家都没有钱可以去盖了 要怎么迁存 在一个完全都还没有配套之下 然后政府就通过了这个法案 然后连一个协商都没有 我想这边的业者相当 应该都是感受到相当的愤怒 庐山已经有28家温泉业者 不看风灾受创与政府展开协商 计划迁到下游的春阳温泉区 当地业者指出 庐山温泉区的问题 除了部分业者违法占用行水区 还有上游过度开发 下游未输浸等问题 国土计划法利益固然良善 不过庐山温泉区如果真的要迁村 迁设层面广泛 执行起来恐怕是困难重重 记者黄秋来世杰南投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